事先怎么说 鬼才知道会在那儿遇到长青智呢 林锦洪郁闷的道 不过既然长青智主动撞上了我的枪口 不抓住这次机会 就太对不起他的盛情了 反正在接受临系时 有人会不安好心 也是时候该杀之机给猴子看一下了 如果后来那批人的出现是长元指使的 那长元便是那只鸡了 我也不介意对他下手 死伤严重啊 林国洞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紧皱着双眉 希望不要出什么岔子才好 已经出了岔子了 死伤严重难道还不算岔子吗 不过有人既然想在我的头上惹事 我也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 就算把天捅破了又如何 别人或许没有退路 难道林家没有吗 林景洪抽出一颗烟 放在书桌上敲了敲 用手扶去桌上的烟墨 我要让整个林系陪我起舞 林国洞听了儿子 邪气凛然的话没有多说 老爷子说过 既然要让林景洪接受林系 那就不要让他覆手覆脚 林系是死是活 就随着林景洪去折腾 再说这些年 林国洞也感觉自己对林系有些腻歪了 难得这次做一次甩手掌柜 他哪能还说什么呢 不过你放心 就算再怎么样 我也不会让老爷子一生的心血白费 老爷子虽然说是看开了 但是我既然要接手林系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看开的 林景洪悠然的道 我已经让安天和邱荣两个人 找到那帮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些人应该是二十五军的 也就是说 这次的事件是二十五军 有人想利用我制造的混乱 而来个浑水摸鱼 长远怎么做至关重要 当然最后还要看我的心情如何了 今天的林景洪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说话时总是火星四溅 霸气外露 知道被人利用了 任谁都会感觉心里不痛快 这不是在加州 林景洪没有必要特意憋着 不说这个了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林国栋基本上已经适应 甩手掌柜的角色 他想了想后道 中午你请丽青他们过来吃饭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啊 他适应了甩手掌柜 对有些事情自然也就懒得思考了 就好像现在这个问题 放在之前的话 他肯定不会问出来 说说林家的去向 林家的分歧应该是不存在的 现在也没有必要搞这些噱头 来应付堂家了 见过丽青叔叔后 我会再抽出时间 跟其他几位叔叔伯伯 一一见个面的 林景洪吸了一口烟 缓缓喷出烟雾 林家所谓的那个分歧 存在的太久了 有些人心思也散了 如果再将这个分歧保持下去 林家很有可能 真的会变成两个林家 林国栋点了一下头 你这想法不错 确实是该去除这个分歧了 我们林家不应该让人笑话 好了 你决定的事情我也不多说了 上午罗飞跟老爷子的谈话时间 约有两个小时左右 时间比较长了 也不知道下午老爷子 还有没有精力 跟赵四仁谈话呀 他们谈什么我也不清楚 林景洪看了一眼自己的老爸 微微一笑平静地道 对了 什么时候安排林夕会议 还有 我觉得这个林夕会议 不用安排得太正式了 召集所有人一起吃个饭 热闹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平时大家都在开会 过年过节了 再弄个正儿八经的会议 也不大适合 我自己更是反感 后天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定于后天晚饭吧 直接在香山别墅 预备几桌酒菜 自己人一起吃个饭聊聊 让你认识一下 林夕的核心成员 这事也就过去了 林国栋想了想到 还有明天我会将林夕几个三代 跟你竞争接班人的林夕成员 介绍给你认识 这些人才是你以后 在林夕的真正底班 能不能收服他们为你所用 关系着你将来 在林夕的成就 以及林夕将来的发展前途 第一代人 大多已经退居幕后了 可以说是日薄西山 对林夕的影响力虽大 但时间不会持续很长 第二代 现在还是林夕的整个核心所在 如日中天 但这些却不易收服 他们都有自己的考虑 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 自己的小团体利益 比如自己的家族利益等等啊 这些人显然不是林夕的将来 你即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收服这些人的人心 也会收效甚微 只有第三代人 因为精力跟你差不多 年龄也相差不是很大 你们才会有共同的语言 才会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也是你要先收服的目标啊 林锦红 虽然有些不同意老爸林国栋的看法 但他还是点了一下头 好吧 明天我就待在香山别墅了 谁都可以来 那些人我也很想看看 到底是龙是虫了 父子俩又聊了几句 林国栋离开了书房 不一会儿丫头悄悄地推开门进来 手中拿着一碟糕点进来 见他正在思考什么东西入神 便准备放下碟子离开 但一下子被林锦红抓住了手腕 被涌入怀中 丫头如小猫似的 依偎在他的怀中 揉声的道 是不是饿坏了 还是早上留下的糕点 你先吃点吧 午饭还要等一会儿才有得吃呢 此时响起了敲门声 接着书房的门被推开 林乔贤站在门口 视线来回在林锦红和丫头 两人身上缩寻着 梁酒才扑斥一笑 哥哥嫂子 不好意思 没有打搅到你们的好事吧 不过怪不得我哟 外面有人找哥哥呢 说完不等林锦红和丫头 两人说话 赶紧关上门溜了 林锦红和丫头相视一笑 他又轻轻吻了一下丫头 我出去看看 到底谁要见我 林锦红来到客厅 见楼下客厅只剩下三个人 林国栋以及两个陌生人 不过说是陌生人 林锦红对其中一人 却是有些印象 一个年轻的胖子 刚在寒歇俱乐部见过一面 林锦红记得 当时这胖子 是站在长青志身后的 一看到这胖子 林锦红便立马猜出了 两人的来历 以及来见自己的目的 他嘴角微微抽了抽 心中冷冷地道 我一向不喜欢被人利用 不管对方是谁都一样 他稍稍整理了一下衣服 面无表情地向三人走去 正当林锦红走到三人面前 林国栋也刚想起身起来 为林锦红介绍身旁的两人 那两人也慌忙站了起来 这时林锦红的手机铃声响起 林锦红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见是安天打来的 便说了一句抱歉后 走到一边按下了接听键 安天什么事情 少爷我们已经拦下了他们 多亏沈少带人帮忙 过程中由于周围有人 并没有再次发生交火事件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安天盲向林锦红汇报道 他说的虽然轻巧 但刚才拦下那些人 差点又发生了交火 过程可被险象还生 也幸好沈嘉禀带人及时赶来 才真正拦下了那一批人 虽然林锦红在临走前 就吩咐过安天怎么处理 但安天还是打了 这么个电话来请示 这事情太大了 安天不得不慎重一些 江人全部扣下了再说 将长青智等一帮顽固子弟 交给市局 对了让沈少陪着走一趟 要求从严公正地 处理这件事情 林锦红说完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挂了电话 这才稍稍整理了一下衣服 向着自己老爸林国栋那边 慢条斯理地走去 林少 很高兴能见到你 我叫梁振英 您叫我振英就行了 这是我的爷爷 二日五军的 那胖子 也就是梁振英 一见到林锦红 向自己这边走来 便迫不及待地伸手 向林锦红做自我介绍 又想介绍一下自己的爷爷 不等林国栋开口 他便开口自我介绍 姿态是放得足够低了 而且介绍时 还微微攻身 不知道是人太胖了 还是其他的原因 攻身的幅度不是很大 却也足够说明他的态度了 只是他尚未说完 便被林锦红打断了 林锦红也没有伸手 跟他握手的意思 梁中将 早就耳闻大名了 今天得见 实乃晚辈的福气 但不知梁中将 此行有何见较啊 林锦红打开天窗 说量话 而且也没有跟梁振英 爷孙俩客气的意思 他这个态度 不但是梁中将愕然 就连林国栋 也感觉有些难以自信 他相信自己儿子 不是嚣张的人 怎么今天感觉不一样呢 梁振英略有些尴尬的 索回手 看了一眼自己的爷爷后 没有再说话 林国栋忙打圆场 梁中将 来请坐下再说 坐下慢慢说 锦红啊 这梁中将是25军的军长 当年可是参加过越战的 是国之功臣啊 你要好好跟梁中将 学习学习才行啊 他稍稍的提醒了一下 林教授太客气了 林副书记才是真正的国之动量 要说起学习 可指不定谁向谁学啊 我也只是多吃了几年的饭而已 哪有什么资格 在林副书记面前冲大头吗 梁中将 朗声大笑着 边说边在林国栋的招呼下 重新坐到沙发上 梁振英也在他爷爷身边坐下 一脸的笑意 不过却没有说话 他的视线 不时地落在林景洪的身上 林景洪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梁振英的视线 只是不冷不热地和梁中将聊了几句 梁中将健壮 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恐怕难以达成 并向林景洪道 林副书记 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来是专门向林副书记道歉的 镇英年少不懂事 跟那个常青智走得近 以至于在寒歇俱乐部 跟林副书记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不过镇英还算不笨 当听说林副书记的名字后 他马上劝常青智等一帮人了 只是常青智等人另立置婚 没有听从镇英的劝告 最后镇英便离开了现场 林副书记跟常青智闹得很不愉快 镇英知道了后很是紧张 怕林副书记有什么误会 便拉着我这个老头子登门道歉 希望林副书记大人有大量 不跟镇英一般见识 林景洪听完后不置可否的一笑 然后看了一眼梁振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梁中将就太多心了 我林景洪虽然不是君子 但也不是小基督常的人 如不是常青智当面骂我父母 就算说些别的什么 我也未必会放在心上 另外也有一件事情 希望梁中将能明白 我林景洪真的很不喜欢别人利用我 当然即使想利用我也无妨 只要不是当着我的面利用 不让我知道也就无妨了 梁中将想必你也不大喜欢被人利用吧 对了 梁少是吧 不知梁少刚才在车上看戏的感觉如何 如果感觉不过瘾的话 哈哈 他说完脸上的笑意慢慢地收脸 直指完全脸去 一副肃然的神态 缓缓地站起来 淡然地道 不好意思梁中将 还有点事 失陪了 林景洪堂而皇之地离开 梁中将尴尬地笑了笑 只是他此时的胸口却憋着一口邪气 无论如何也发泄不出来 使得他异常地难受 刚才林景洪的那番软中带硬 勉里藏针的话 就像是一块铅块袭击着他的胸口 愣是让他说不出话来 他不知道自己心中的那股子邪火 到底该向谁发泄 林景洪吗 他还没有这样的实力 即使他是中将 林景洪是负不给 但两者身后所拥有的力量 却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别说其他的 就光是一个沈家 他梁中将就根本没辙 从孙子的消息中得知 沈家的第三将 沈家炳跟林景洪的关系很铁 林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派系 更兼有很强的军方背景 这才是要命的地方 也是梁中将所忌惮之处 否则梁中将和长远等人 大可不必太过担心 毕竟政界和军界是两个系统的 林国栋从梁中将和自己儿子的对话中 听出了一些不寻常之处 也明白了儿子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神态表情 因此 他见林景洪离开后 也只是淡然一笑 梁中将 让你见笑了 全子始终还不成熟 还有点小孩子脾气 尚请见谅 林教授说的是哪里话呀 谁不知道林副书记是人中豪杰少年英才呀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就不打搅林教授了 说着 起身和林国栋 握了一下手 带着自己的孙子梁振英 离开了香山别墅 爷孙俩 回到车上 梁中将叹了一口气 吩咐秦武兵开车 爷爷 现在怎么办呢 梁振英 见爷爷的脸色不大好 所以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次已经和长家撕开了脸皮 再加上在林家也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两头受气 梁中将有些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孙子 如果不是你自作聪明 非要自己去看热闹 被对方逮了个正着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嗨 我早就跟你说过 做事情不要想当然而 既然你明知对方是林锦洪了 还以你自己的想法去衡量他的思维 能成功才叫怪事呢 林锦洪的成功 没有多余的幸运成分 算了 不说这个 反正说了你也是不懂 梁中将爷孙俩离开 刚去了二楼的林立青等人 又回到了一楼客厅 林国东父子和林立青 则再次去了书房 也不知道三个人在书房中 讨论了一些什么 直到丫头过去叫他们吃饭 三个人才结束了谈话 吃过午餐 林国东带着赵四仁 去了西山疗养院 而林锦洪则跟他叔叔林立青 又聊了一会儿 有关林家的事情 林立青才告辞回去上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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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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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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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